其实这个命名可以从一个个人的生命的里面开始经历这个命名所带出来的果子 刚才讲到是一个群体当中 也借着一个命名来对焦神的旨意在这个群体当中 然后也是在信心里面的宣告 所以其实我觉得有几个实际的方面 我觉得要鼓励鼓励许多的人 就是不要太仓促在命名的过程当中 因为刚才我们讲过这是一个与神一起同工的过程 很多的时候通常都是在快要跨年的时候 快要进入到下新的一年的来到 那我们就突然说 那大家都在分享命名 其实我是觉得真的是在进入到下一年之前 我是蛮建议要先去整理这一年发生的事情 所以其实有一点省思 有一点寻求 然后也有一点 其实是感恩 就是鼓励神在这一年当中的恩典 那也明白自己在这一年当中 在一个什么样的季节 其实我觉得命名跟清楚知道自己 正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季节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你在不同样的季节 其实神做的工作也是不一样的 以至于我们其实不是只是 好像每一年都期待一些 我们想要的事情发生 或者是我们觉得是在缺乏里面 然后而是你真的能够在 因为我觉得命名其实是一个 某种程度是归零 然后重新开始 另外的也是与神对齐 其实我更看重的是与神对齐的部分 因为有的时候 其实我们里面有一些的遗憾 可是那可能就是我们个人的遗憾 觉得应该要发生的事情 没有发生 或者是我们期待 看见的事情没有发生 但是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除了自我省察之外 除了数算神的恩典 一定神有祂的作为在我们当中 可是很多的时候 如果我们在看的角度跟眼光 跟神没有对齐的话 其实我们在难过的 其实是有许多是我们需要开心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可以 真的是对齐神的心 明白神在下一个阶段 在接下来要做的 然后在新的一年当中 我继续在聆听 我继续在跟随 我继续看见神的工作在我的身上 我觉得你讲得非常好 我特别喜欢这四个字 叫与神对齐 你知道很多人他们会对 为新年命名有一个误解 那是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文化 我们所在这个非常传统信仰 而且充满着很多这样子的一个 好像看风水 算命 这样子的文化里面 很多人以为说 是不是这个 就是说好像我只要取了一个名字 就有个魔法 就是说这个好像是我 可以去操控什么事情 其实不一点都不是这个样子 一点都不是这个样子 是我们相信一件事情 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可以改变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命运 事实上是我们相信 是神掌管一切 祂是全知全能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而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一个新意 祂知道我们生命 在这个季节当中需要什么 我们的生命当中 需要什么样的突破 需要什么样的改变 而其实我们需要去 查验什么是神 善良 纯权 可喜悦的旨意 我们必须要来对准神的心意 神对我的生命在想什么 神对我的生命有什么样的计划 神现在在对我说什么 所以跟一般人们去改名字 是要改运 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是 我不是相信这个名字 我做什么事情我就可以改变 而是我知道是神在掌管这一切 所以这个不是我做什么事情 就可以改变 因为你知道那些风水的 你调调这个环境 你调调名字 你就可以什么改变 不 不 不 是神 神是掌管这一切的 而我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要来寻求神 神你在对我说什么 我需要改变什么 我需要学习什么 我需要做什么 我来对准祂 那当我这么做的时候 是我愿意来跟随祂 所以其实是我的心 要来对准祂的心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所渴望的东西 跟神渴望我们的事 完全不一样 我有一个会友 他这样跟我讲 他就说 牧师 我这一年当中神真的 好大在教我学习 他说因为我这一年的命名 我说你命名叫什么 他说我这年的命名叫顺服你 那其实 其实我听我还蛮为这个会友感觉到 引以为荣的 因为他真的知道神在这一年当中 他就说没办法 我就是我觉得我太骄傲 我真的很需要学习 顺服神 那你知道 我觉得至少当他在命这个名的时候 他真的是知道 这是他生命中需要学的功课 他真的知道神在教他顺服 所以当他命这个名顺服 他说他命了之后 真的有好多时候 他就觉得主啊我真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 他之所以美的地方 所以命名并不是 你自己去掌控什么事情 而是听神的声音 神在对你说些什么 而你愿不愿意把它宣告出来 你愿不愿意跨出那一步去行动 你愿不愿意去回应他 你至于在那一年当中 你的生命可以充满了见证 那我相信在那一年过去之后 我的内容会有回头看 我真的觉得我在 我对神产生了更深的信心 我更深的顺服着神 我更深的顺服着神 我更深的基督 女伽自然关系 我 ruin你的延初 我接受到尾锢 我来因該人